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咱们准备几碗大蒜 先拍碎 然后剁成蒜沫 好 先放到盘里边 小米辣椒准备四根顶刀切片 跟蒜沫放在一起 白芝麻放一勺 辣椒面 放一勺半 油烧热之后 把蒜沫还有辣椒面 白芝麻即香 热油一充之后 香味立马的出来了 一品鲜酱油加入一勺 九度白米醋放两勺 再放入多半勺的陈醋 陈醋主要是蒸香 白醋的主要是提酸味 因为凉拌菜有酸味 更爽口 精盐两克 味精两克 提味蒸鲜 不吃的朋友们可以不放 白糖放两勺 再加入10克芝麻香油蒸香 再准备两根洗干净的黄瓜 先把梗去掉不要 用刀把黄瓜拍裂 啪啪就一顿拍就完事了啊 然后剁成块 水烧沸 咱们把腐竹和木耳超烫一下啊 因为木耳啊 它也属于菌类 凉拌之前必须得煮一下啊 木耳和腐竹下锅水烧沸了 煮20秒就可以啊 然后咱们把腐竹和木耳捞出来 然后放到冷水盆里边 把木耳和腐竹投凉 咱们把调味料搅拌均匀 搅拌融化 拍好的黄瓜 哎 先放里边 木耳和腐竹自然放凉后 哎 也放上里边 像这放入香菜段 提前炸熟的花生米 然后翻拌均匀 咱们拌凉菜的时候啊 一定要轻撩拌啊 这么搂着拌 不要使劲抓 你使劲抓的情况下 你把食材的水分都抓没了 吃就不脆了啊 一定搂着这么拌 轻撩的啊 翻拌均匀之后 咱们装盘 东北小凉菜做好了 咱们先尝尝味道啊 嗯 口味咸咸 微酸 回甜 微辣 黄瓜特别爽脆 就这道菜也在我们北方啊 那是相当受欢迎了 每当家里边来人来写啥的 大鱼大肉窝他都不怎么吃 往往就这种 最普通的一小凉拌菜 下的最快 基本上这一盘都不够湿啊 都得来两盘着 因为那爽口开胃 这大过年天吃的无了好风的 五宝加六宝的 适当的呀 得蒸点凉拌菜啊 那么好 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今天这道菜能对您有所帮助 别忘了给车哥转发点赞加关注 在这里边 先感谢家人们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